选举日将近2024年洛杉矶县地检署检察长候选人之一的乔奈森·哈塔米 日前是在盛盖博士拉票争取华人社区的支持 盛盖博士、罗斯密市、雅凯迪亚市民选的官员全部都参加了当天的造势活动 离加州初选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对洛杉矶选民来说 地区检察官的选举有关当地的治安和犯罪率不容轻视 现任地区检察官贾斯康实行一系列宽容犯罪政策后 落线的治安不容乐观 民众和商家苦不堪言 为了显出严惩罪犯的地区检察官 洛杉矶地区多位华裔官员和选民举办活动 对候选人乔纳森·哈塔米表示支持 活动在李兴华京城圣盖博店举办 我希望让中国美国和AAPI社区知道 我支持你 我支持你的社区 你对我重要 我将带到公共安全回到你的社区 回到你的家 回到你的学校 回到你的邺导 作为一名拥有17年起诉经验的副检察官 哈塔米主张严惩罪犯 目前宣布竞选落线检察长的候选人 有12位 包括贾瑟康本人 在3月5日的初选中 若没有候选人得到超过50%的选票 前两名最高票将在11月5日对决 当天到会 并为哈塔米背书的民选官员 包括圣盖博士华裔市议员陈吕正 Riosmith市议员Sandra Amanda 亚凯迪亚市长April Vallado 亚凯迪亚市议员王爱玲 中天中旺采访报道